大家好,我是劉楠法 今天非常高興的請Thomas從馬來西亞趕到台灣來 然後呢,我覺得為什麼今天我想要主辦這個iBooks Author的軟體 電子書的製作軟體 主要目的就是說,以前的電子書 大家都覺得好像只是把紙本然後電子畫 比如說那個PDF檔,然後就把它放到電腦上來看 那有很多Device,比如說Kindle之類的載具 那看這個PDF檔,其實感覺就好像把紙本然後轉化成那個電子書這樣而已 那不夠生動嘛對不對 iBooks Author這個免費的軟體,它可以在iPad 現在大家都用iPad,很多人使用iPad嘛 那iPad上面可以看很多動畫 可以看很多精細的照片、圖片 還可以做圖片的放大縮小 然後動畫呢還可以放影片 還可以自己做3D,然後3D還可以旋轉 那這樣子的很生動的,不管是教科書也好 或者是小說也好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把很多自己腦袋裡面的專業知識 把它轉化成這個電子書 不管你是要拿來賣還是要拿來行銷你的厚燈商品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非常棒 而且對你的行銷效果非常的大 那要請教師來上這樣的課呢 我當然就想要Thomas啦 因為Thomas他是雙語的環境長大的 他看英文也很行 然後會講英文又會講中文 那所以我就請他去study一下 國外美國Apple的原廠的知識 然後再來教我們怎麼樣使用這個iPads Author 然後還有相關的一些怎麼樣上傳電子書啊 那怎麼樣製作電子書啊,怎麼樣行銷電子書 所以我才會請到Thomas過來 以前會覺得好像要做一本書非常的困難 可是今天上網課之後發現就是其實是蠻容易的 對,只要有一點點電腦的基礎 我想應該都很容易做得出來 這講你的內容就是Thomas講師講的內容非常豐富 也非常容易了解 然後整個課程我覺得是相當滿意 給100分 真的好啊 其實因為我上完今天的課 我覺得其實在電子書的部分 其實在學習上製作上 都比我想像中的簡單太多了 簡單太多 對,那就是說可以透過這個第一個電子書 發出去之後呢 讓消費大眾認識我的一個商品 那做初步的一個了結 OK 因為以前的話都是用Word去編輯 然後直接轉成PDF檔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編排上好像做不出來很專業的效果 那今天上這堂課的話我覺得可以做出那種互動的效果 或是說像那種類似雜誌那種美工編輯的這種效果 我覺得這個是一般我們這種業餘的比較難做到的地方 數據顯示目前電子書佔全球數據的大概10% 那當然這數據不是很大 但如果我們再仔細的看一下 就是像看身邊的一些電子書閱讀儀器 例如像早期亞馬遜出的Kindle 或者Bounce & Noble的Nude 到近期去年iPad iPad 2還有iPad上面的iBook 然後你會開始看到呢 因為其實那電子書的閱讀儀器已經開始的慢慢的廣泛 所以我在想說那些東西可以給我70% 那蘋果只拿30% 所以一定要學這個 好 我是覺得這是成功的方法啦 成功我覺得一下來我就覺得成功就是 做好準備跟機遇的結合 那如果你說電子書 如果你看看電子書的歷史 其實說長也不長 說短也不會太短 因為如果我們再看看電子書的歷史 其實在iPad還未面世的時候 在2006年Sony就出了它的Sony Reader 那這特別Sony Reader 基本上它就是用那種我們所謂的電子墨的科技 電子墨的科技呢 當然有一個特別 跟就是說普通我們現在螢幕用LCD有特別 就是說那電子墨的特徵呢 就是說它看起來很像紙張的墨 然後你看久了過後就很像紙張的感覺 你看了看久過後你眼睛不會累 然後當然它也比較省電 然後到2007年的時候 亞馬遜就推出它的Kindle電子書閱讀機 然後2009年的時候呢 那Banz & Noble它就出了它自己的Nook 然後2010年的時候 那韓國有一個公司叫iRiver的 它就出了它的iRiver Story 然後同樣時間在2010年的時候 Apple就蘋果公司就開始推出了它的iPad 然後iPad上面就有它的iBook的軟體 那iBook軟體就是 因為現在iPad都很普及化嘛 大家都用著iPad 所以基本上人家就覺得 iBook就是一個比較 也是一個讀電子書的一個方法 然後就是到近年頭的時候 那蘋果公司又推出了它的iBook author 那蘋果公司說因為它要做電子書 它要做電子書 不想純粹就是把紙張的書啦 就把它把它改換成電子的書啦 它所謂強調就是電子的書 應該帶出那多媒體的意義啦 那多媒體的特徵跟多媒體的那個好處 其實電子的書呢 跟實體的書呢 它各自都有自己的優點跟它的缺點 最主要我跟你分享了之後 最主要是看你的目的 然後你要選你看 到你覺得電子的書還是傳統書籍 比較適合 比較能達到你的目的啦 那如果你看那傳統的書籍的話 它好處當然是容易收藏啦 容易分享啦 你買了一本的書 如果你覺得好看的話 你隨時就可以把它 借給你朋友看啦 借給你家人看啦 介紹給人家啦 然後一個禮拜過後 人家看完了 再跟他拿回來這樣子 然後容易收藏 就是把它放在書櫃這樣子就對了 然後當然傳統的書籍呢 你要行銷的時候 因為比較成熟的嘛 所以出版商就很多 所以如果你要賣的時候 那行銷管道就很多很廣泛 所以你最主要就要懂得 找哪一間出版社就對了 然後當然你找出版社的時候呢 它不是出版啦 它還有提供專業的編輯啦 專業的繪圖設計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可能像 像作家都沒有的能力嘛 因為通常作者可能他只會寫書 他有人在創意寫書 只是他對於像繪圖這方面的 那技術他就沒有了 傳統書的缺點就是不容易攜帶啦 你想想看我們中學小學的時候 哇 書本這麼多 一本就很重了 然後一個書包裡面 到底能到多少本書籍啊 那不容易嘛 然後當然如果你出過書的 你會了解到要出書 那時間也很長啊 我覺得如果你出一本書 最少大概要六個月吧 最快的時間要六個月吧 然後最長可能到一年啊兩年啊 這都是很頻繁的事啦 然後第三個缺點呢 當然就是說 人家說 當你找出版社的時候 要找對的出版社 能跟你配合的來出版社 因為出版社 基本上就是一個公司嘛 一個盈利性的公司嘛 然後有時候你會覺得 你缺乏一些控制權啦 因為它要走的方向 跟你要走的方向 可能有一點偏差 那電子書呢 的好處就是什麼呢 電子書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出版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出版了 因為你自己出版嘛 就是把它 把它上傳到你自己的網站啦 或者是甚至找一些 專業的電子出版社 你就可以馬上出版了 馬上出版 馬上發布 發布到全世界 因為它通過網絡嘛 然後當然有完全的控制權 當然完全的控制權 我是指如果你自己出版啦 因為你自己寫 自己出版 把它上傳上架到你自己的 自己的Sever 自己的伺服機上 所以基本上 你要什麼價錢啊 你要什麼時候推出 然後你要當什麼廣告 全部都是空在你手中 然後當然你要做出修改的時候 可以馬上修改啦 因為這當然是電子化的優點啦 你馬上修改 再出第二版第三版 都隨時都可以 然後當然電子書也是有一些壞出啦 它壞出呢 就是因為它還新嘛 所以格式還未同意 當格式還未同意的時候 你就要想到 欸 我出了一本電子書的時候 我要想到說 到底我要支援什麼樣的 我的讀者會是用什麼樣的 電子書閱讀器呢 它是用iPad嗎 它是用Kindle嗎 還是它是用其他牌子的呢 那當然你要看你的市場多大 然後你的讀者 到底它是用什麼的儀器 然後當然電子書跟傳統書來相比的話 利潤就比較低 通常電子書目前你會發現到 其實它利潤不高 因為它價格也不能飆得很高吧 當然你會覺得因為電子書 它的成本也較低 那出版的過程也比較短 所以可能它利潤較低是蠻有合理啦 當然這個看你自己的看法 然後因為它還新 所以行銷管道不多 當然現在有開始也有很多一些比較新的出版社 就是專門出版電子書的平台的這些出版社 只是當然它的行銷管道 不會比傳統的書記的出版社那麼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趨勢可能只是目前的趨勢啦 只是未來趨勢可能當電子書越來越普及化的時候呢 行銷管道就會越來越多選擇也會越來越多 那今天我們是談到就是iBook這一個格式的電子書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iBook是其中的電子書的格式之一啦 那iBook是比較屬於蘋果的一個專有的一個格式啦 然後當然像剛才我說的 蘋果公司就是想說 就它的好處就是說iBook就是一個比較新鮮的 比較鮮明的電子書體驗 它有幾個特徵就是說 iBook的特徵就是說 當你寫書的時候要很輕便的寫 如果你沒有什麼設計啊或者繪圖的細胞的話 你也能出版一個比較看的比較專業的電子書 因為它已經有內建的設計模板 那設計模板裡面有不同的圖案啦 有不同的設計已經裝便給你了 然後就省掉很多功夫 然後當然它可以之前多媒體啦 多媒體就是說如果你要插入一些影像啦 或者插入一些聲音啦 或者類似之類多媒體的檔案啦 都可以都OK的 然後當然iBook的一個特別的要點就是它的互動功能 那我們所謂的互動功能呢就是說 通常我們讀書的時候都是讀而已嘛 就是單方面的吸收 你無法觸碰你的書啦 即使是用EPO跟PDF書 你無法跟它互動啦 它沒有互動的元件 所以iBook的其中一個特徵是它有互動的元件 然後其他互動功能呢就是像 包括像問題作答啦 就是說說你可能是教師你是中學的老師 你就把一些課本課本的一些喜題啦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iBook裡面 然後給你的學生回答 當然他們自己回答的時候 他又可以看每個答案 就是說每個問題解答過 到底是什麼答案是對啦 什麼是錯啦都可以 所以現在你發現電子書不只是讀而已啊 它是一個雙方面的互動 然後這其實會帶出一個不同的閱讀的體驗啦 因為很多人覺得有互動學習的效果會更加深刻 你學習的過程你的印象 你吸收的能力也會比較強一些 在下面這個地方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星星一個star 裡面有一個什麼 攝影機 camera對不對 對它叫做iMovie iMovie呢也是蘋果送給大家 可以簡易的製作我們的影片 好我今天把它點開 大家最近有去看電影嗎 或是有沒有聽說哪一部電影很紅 復仇者聯盟 復仇者聯盟 我也常常去看的對不對 可是你怎麼會被這部電影所吸引 你是不是先看到它的什麼 預告嘛對不對 預告片怎麼做的 大家注意喔 是蘋果內建的喔 在這個地方 欸下面這是我今天下午錄的 下面這個地方大家有沒有發現有個家號 家號 家號在國際語言 圓內表示是什麼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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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嘛對不對 好我們今天點開來 在這個地方 我們有所謂的影片預告片 這是蘋果內建的 我們來看一下其中一個感覺是怎麼樣 這個地方 欸 結果我這裡有音樂 這個是所謂的我們自己的套件 放進我們自己要編的文字 或者是我們要秀出來的影片 我就可以自己做一個預告片喔 好 那我們今天來點開一個 預告的那個 計畫案 好我們自己按一個製作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地方有三個區塊 1 2 3 下面這邊一定會是你自己 iPhone或iPad輸入的素材 你要剪接的東西 朋友生日偷偷拍了一段影片要給他 拖住我們要的東西 好我覺得這一段很不錯 我想要把它往上拉 然後丟上來它會有一個加號 我可以直接把它丟上去 好 這個地方 這是我丟上去的 我們剛剛的影片內容 好在後面這一段 我還想要再加一點點不一樣的 怎麼說不一樣呢 大家來幫我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工具列 第一個符號 你看到第一個符號 你會想到是什麼 音樂 音樂對不對 所以iPhone、iPad裡面 內建的一個音樂軟體叫什麼 iTunes 對 遊戲人有聽過沒發現 它叫iTunes 那旁邊這裡呢 有一個相機的符號 相機的符號 所以它可以連到我們剛剛說的 相片 iPhoto 就是我剛剛所謂的整合型 我用iMovie 我可以連到iTunes抓音樂 我還可以連到iPhoto抓我們的照片 算是還不錯嘛對不對 好 那第三個呢 T 答字 對答字 Type 我可以加一些文字 那第四個就是我的過場效果 好 那最後一個是隱藏版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好 在這地方呢 我連到我的iPhoto 哇 這邊有很漂亮的新娘 假設 今天是新娘的生日 或是新郎他們自己的那種小小的節氣 我想要送他們這段影片 我點住這張照片 往上拉 一樣拉到我們後面的這個地方 好 用拖拉放的方式 丟上來 就可以把這張照片加進我們的影片內容裡面 好 這時候這張照片啊 我覺得 欸 想要加點不一樣的文字 一樣拉過來 我們剛剛有一個Type 加入一個 比較不一樣漂亮的效果 我個人還蠻喜歡這個 Bling Bling閃亮亮的 好 點住它往上拉 我來解一下 點住它往上拉 那因為這一段 這一段影片是我自己做的 我叫做Dada 所以在這地方 我就打下我自己的名字 Dada 好 啊 什麼 他們結婚了 好感動 好 打下我的名字 我要送給他們 這時候 我的影片好像似乎快要完成 對不對 可是我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我想要送他們到不一樣的國家的那種感覺 大家有沒有看過好萊塢電影 從台北飛到香港 從香港轉機到美國 有看過這種地球飛在飛去嗎 太厲害了 蘋果內建的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面這顆地球 我把它喜歡哪一顆往上拉 一樣丟上去之後 這裡 有個檢閱器 開始的地方 我把它拉大 開始的地方在哪裡 台北 結束的地方 我們來選一下 嗯 美國 好 剛都說美國了 好 那我就結束在美國 按好之後按完成 在短短的 五分鐘之內 我已經做好一段影片囉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因為音樂只有這裡才有 所以大家加減聽一下 我們的影片 最後放進我們的黑底效果裡面 大家入鏡 我的置物 我做的 我要送給他們 我可以過場效果 繼續下一段影片 大家送給他們的祝福 好 在最後這個地方 來囉 重點來囉 我們從台北 飛到 是哪裡 我不知道 好像是美國 這是蘋果內建的效果 我用這樣 丟上去丟上去丟上去 喜歡的就丟上去丟上去 三個字拖拉放 我在五分鐘之內 就可以簡單的 做完我們所有的東西 這是蘋果送給大家 坦白說 目前在台灣 或者在其他亞洲國家 要出版跟賣電子書 其實不容易 第一是因為還有很多出版商 例如像蘋果 他都會有某些條件說 如果你要出版電子書的話 你一定要有美國的地址 你可以在美國出版而已 目前很多亞洲國家 他的條件還不允許我們出版 要付費的電子書 在iBook的iBook Store 就是他的iBook網上書店 所以當然有很多人覺得 在亞洲國家 其實很多人都還不會有那種意思說 我想買電子書 人家還是有那種概念想說 實體書感覺到像比較值錢 比較值得去買 然後如果你出了電子書過 人家覺得電子書感覺到 因為比較虛嘛 沒那麼實在感嘛 所以他們覺得不肯付錢 覺得不值得給這筆錢來買 買電子書 所以可能你就會問自己 那我學習電子書為了什麼呢 如果我不能賣的話 又不能賺錢 那出來幹嘛 那出了 那有什麼作用 我又不能賺錢 那其實你可以想想看 其實有一個方法 就是比較屬於網絡行銷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電子書當作是網絡行銷的其中一個策略 那你出電子書不只是 當然如果你能賣當然是最好的 我們現在談到就是如果你不能賣 你出的是免費的電子書 那你怎麼賺錢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最簡單或者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放廣告 或者是廣告之類的 這樣子的信息 怎麼做呢 就是想說 你可能說到一些東西 可能你說到關下美容的 你是做美容服務業的業務的 然後可能你就會 可能你可以說到關下一些一些比較好的洗髮水啦 一些比較好的護髮產品啦 這些東西 你都可以放在你的文案裡面啦 當然廣告要打的對啦 有一個方法就是如果你放廣告的時候呢 就是放的比較貼切一點 就是讀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人家就不會覺得你刻意打廣告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方法啦 當然出版書呢 或者你提供免費電子書呢 就是一個提高知名度的方法啦 很多行業就是比較 比較像專業的行業 例如像會計師啦 建築師啦 或者甚至像保險業啦 這些行業啦 或者律師啦 這些比較專業的一些行業 其實出書都有幫忙提高他們的知名度啊 當然如果你是有寫部落格的 這個是已經證實的一個方法 就是如果你要提高你的部落格的流動量啦 提供免費電子書 這個是一個肯定 肯定可以讓你獲取更多的流動量來 以便更加多讀者來你的部落格 還有一個方法呢 就是可能你賣一些商品的 或者提供一些服務的 這個服務跟商品都是需要付費的 那當客戶買這些商品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附送一些電子書啦 可能像你賣的是一些廚房用的一些器具 然後可能就可以賣 你可以附送說 如果你買這個鍋的話 這個飯鍋的話 那我可能可以附送一個電子書 就是一個家常便菜的一個食譜 那客戶覺得 買一個東西還有相關的書籍可以參考 那就可能就本來你的商品沒有辦法賣的 然後因為這個書籍 或者免費電子書 那客戶覺得 蠻物超所值的感覺嘛 然後你就成功賣出去了 所以這些 即使我們沒有辦法賣電子書 我是覺得提供免費電子書 也是能帶來很多好處啊 最主要我們要創意的再想一些idea 想一些點子 那免費電子書 其實可以當作是網絡行銷的一個 很好很好的一個商品 雖然我在IT產業有一段時間 但是我也有研究一些綜藝 我在之前的 舊版的部落格上面很多 吳明那邊很多中醫的一些資訊 我想說 也利用這個把它做成電子書 應該是不錯 因為我本身從事是提琴的維修 那有很多提琴相關的資訊 例如日常保養 或者一些提琴的介紹 那我也想藉由這個課程 然後 或許就可以把它換成實體化的電子書 好的 然後 跟這個課程 做起碼 感谢观看